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诺米 今天是我们的三刷节目 这周我们要聊的两部电影都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上海 第一部是1937年的华语黑白有声电影 是袁慕之导演周璇和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 第二部是1987年美国的斯皮尔伯格导演 当时只有12岁的Christian Bale主演的《太阳帝国》 《Empire of the Sun》 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是贵阳连线的燕丽中 还有上海连线的樊夏,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刚才就擅自做主先聊《马路天使》 后聊《太阳帝国》 因为从拍摄的时间和历史这个故事的时间 它都是更早一点的 我刚才说民国的上海其实《马路天使》 我现在就介绍一下剧情 它发生在37年吧 起码上映是37年 可能故事发生的是更前两年 就是还是在这个日本还没有占据上海 故事呢是有一个叫小云 一个叫小红的这么两个姐妹 姐姐小云是《马路天使》 应该就是战阶女的意思对吧 就是我理解 我也在想这个电影的名字 其实这两部电影的名字都有让我在猜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那姑且把它 因为小云确实就是一个战阶女 然后妹妹小红呢是卖唱的 因为她年纪还比较小 他们的所谓的父母呢 就是老爸是拉二胡的一个情师 就是带着妹妹在馆子里面卖唱 然后妈妈呢是一个妓院的老宝啊 就是所以他们这一家人其实没有血缘关系 是一种非常独特的 有点像小偷家族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设置 然后这些女儿可能也是他们拐 我们现在说拐卖了 卖了 对农村买卖女儿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那他们住在上海一个很脏乱差的一个弄堂 叫太平里 在这个太平里的他们家对面就还住着一个叫小陈的人 他呢是在一个乐队里面当鼓手吹小号的 我说的这个乐队呢也不是那种和平饭店里的那种爵士乐队 是仪仗队吧 就是那种给人就相当于是结婚啊的这种 吹唆呐的这种这种乐队 然后小陈就开始和妹妹小红 开始有一点谈恋爱的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父母那边呢就想把小红卖给一个稍微有一点钱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们就决定私奔 整个故事呢就就是顺着这么一个线索发生的 介绍的有什么一定要补充的事情吗 从听众这边 就他故事其实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极其简单的故事 请艳丽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导演 袁慕之 袁慕之的话 他是号称叫做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嘛 他小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一种叫做文明剧的东西 然后这种文明剧呢 就是起源于三十年代末 是天津的那种曲宴杂谈上面的那种实样杂耍 他演变而来的 然后也是一种就是早期的那种戏剧的改革呀 京剧的改革呀 通常是以这个清末明初的这个故事为题材 然后里面有很多插科打混的这种笑料 就很像那个小品 然后呢 又这个小品呢 又会反射出一些社会的一些黑暗面啊 什么的 你知道这个袁慕之 他小时候他喜欢演这种这个文明戏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马路天使里面 他是一个有一点清喜剧的那种风格 去表现这种社会的黑暗 他是有这种 有点捉别林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他的一开篇嘛 一开篇的一开场 就是这个赵丹饰演的这个吹小号的这个人 然后呢 他就跟在马路 跟在这个队伍里面 然后去给人家送亲嘛 对吧 送送送送送送送 然后呢 他们又很调皮 然后然后就 然后就把那个新娘子的那个轿子 然后掀开一看 然后发现那个里面那个新娘子是一个斗鸡眼 长得巨丑无比 当时我就 当时当时就喷了 你知道吗 就觉得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在那个年代的这种 就他能够这么轻松的 这么幽默的去呈现 你后来你了解这个原木之之后 你才发现 他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背景呢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他反映的是上海在日本人还没有来之前嘛 所以都是那种短暂的那种太平盛世的时候 大家的那个电影院啊 什么的还是一个很时髦的 所以大家会去喜欢看一些 就特别像那种 就特别像那种冯小刚拍那种 那种那种电影 对吧 有一些有些好玩啊 轻松啊 那种喜剧片啊 什么的 对 原木之有很多的第一 对吧 他在1934年的时候 他拍这个桃李节的时候 那个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 又过了一年 他1935年拍都市风光的时候 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 所以所以为什么他说他是这个开头者和电机人就是这样 回到那个年代的话也也也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在上海 然后呢他们在那个明星电影公司 然后就大家就居然能够能够把这种片子给他拍出来 我觉得还还挺有趣的 嗯 然后这个原木之你看他除了这种风趣幽默之外 他反映的是这个社会底层的这种小人物的这种命运 的这种悲惨呀 或者是某一些这种社会的黑暗面啊 什么的 他其实也是代表着原木之 他在那个时候 他们虽然是那种一个导演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是进步的啊 所以呢 那个原木之后来在抗战爆发之后 然后他就参加了上海那个旧王 呃演剧队 然后呃主演过那个八百壮士里面的谢静元 然后后来被周恩来委派 然后又去了延安 然后又组建了延安的电影团 然后呢 他编导了解放区的第一部纪录片 叫延安与八路军 嗯 对 然后呢 这个你要介绍这个原木之 你还要介绍他老婆 你知道吗 他老婆叫陈波尔 然后他老婆是什么呢 他老婆是在1950年的时候 他老婆呃成立了一个叫做表演艺术研究所 他老婆任所长 这个表演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提呢 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 OK 啊 对 然后后来他老婆又参加了什么 之前在在成立这个之前还参加过那个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啊 然后就是就是就是一家人 他就都特别的追求进步 嗯 大概是这样吧 好不好 OK 嗯 那就换到樊下这边 你你能说一下 你看完这个电影的感觉呢 呃 因为我记得咱们当时是先定的说要看这个太阳帝国 呃 然后说这个再挑一部 就是也是差不多同时代发生在上海的这个故事 后来我们就说是这个满楼天使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限于这个呃 当时的技术或者是这个拍摄的观念等种种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看到太多的这个电影中展现当时所谓上海的城市的风貌 但是有一幕是印象深的就是一开片的时候 他拍了一个在当时应该是摩天大楼 就他的开片的场景是从这个摩天大楼的顶部 然后往下一直拉拉到最后的这个街道 然后出现了字幕叫1935年秋上海地下层 嗯 我觉得这几个字就非常有趣 就是地下层这个指的是什么 其实指的是我觉得是阶层 就肯定不是说物理意义上的地上地下 所以其实就是直接点名说OK我要讲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在上海生活在可能就是这个底层市民的这些发生的故事 然后就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开始做展现做陈述的时候 其实就是又丝毫没有带任何凄凉的色彩 就整个电影我觉得让我特别意外的是 这是我第一次看马路天使 就让我特别意外的是 就这个电影的基调是活泼的 是非常生动非常欢快的甚至可以说 就无论是从他的这个人物的表演 就当时这个主演周璇应该是才14岁 是周璇出演的第一部还是第二部电影 人物的表演包括这个赵丹饰演的这个陈绍平这个小号手 他们每个人物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欢快的这个节奏和生命状态里边 所以这一点是让我觉得也是我看到了一个评价说 如果用这个现实主义去概括原木枝就是太局限了 据说他可能讲述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的一个故事 或者人物的悲剧命运是现实主义的 但是我觉得他在表现手法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样 甚至有些浪漫主义的 这个也是就是有一个这个法国电影史学家叫桑多尔 对他曾经说过说他在他在1956年来到中国去访学 后来1959年写了这个世界电影史 其中还特意提到了马路天使 他说如果看马路天使便知道说这个原木枝这一代 其实电影人他们是在好没有接触过这个法国当时的电影 或者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时候 看到他拍出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会非常意外的 就是说当时其实他可能对这部电影的定位 是偏向于像这个法国的让雷诺阿 让雷诺阿代表的这个所谓诗意现实主义 或者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这种靠拢的 就是他其实在艺术手法上和表现手法上 是非常丰富和有层次的这么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马路天使到现在一直被各种专业的这种电影人 津津乐道 并且认为他生命力长生不衰的一个原因 对 但其实他出现的这个时间段 30年代应该是完全早于意大利和法国 他是早于这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其实意大利新现主义的开篇是 1944年就咱们聊过的这个费里尼参与编剧的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这个算是意大利新现主义就是他是在战后出现的 但是他其实是远早于这个 但是他可能跟这个法国的那个所谓的诗意现实主义 是差不多一个时代发展出来的 对 所以其实我也我也是觉得 可能就是说那个时候 他们也应该看过一些 起码是苏联拍的电影 应该是看过的 对吧 就是说宣传电影是看过的 虽然我们从刚才艳丽中的介绍里说 这个延安文艺工作的这个大会还没有召开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注入这么多 就是说怎么讲 他这个电影他肯定是有阶级意识的 不然他不会出现说这个是上海的底层 但是他对普通人命运的内心的描写 就是完全不是那种白毛女这种 对吧 就是你可以看到 当那种思想 对完全进入 对他一看呢 他就说是这个解放以前拍的电影 他没有太强 太强的这种政治介入电影 对 就他们还没有觉醒 还没有翻身 对 跟我们后一部要说的 那个太阳帝国也是一样的 就斯皮尔伯格 他也是不喜欢我的电影里面 是带着有那个政治的那种意味在的 然后我补充一下那个樊下说的 他为什么里面是有一种欢快的一种感觉在 不像白毛女也不像什么的 然后呢 他其实是当时是在那个他们去编这个剧的时候 编这个剧的时候 袁木之士跟他的五个哥们 你知道 跟赵丹呀 对 跟赵丹呀 还有跟一个叫钱什么的 反正他们就五个哥们 然后钱千里 钱千里 对 钱千里 钱千里在里面是演那个剃头匠的 剃头匠 然后还有他另外的哥们 然后是演那个什么 那个律师的 对吧 就五个人 然后每天 他们每天都会去国泰电影院旁边的一个小酒馆 然后那个小酒馆里面有 卖喝什么五家皮 吃毛豆 吃炒年糕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他们就每天在那去聊东西 然后周围的那种市井的那个那些小人物的那些小故事啊 那些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都都会跑跑那去 他就像那种成都的那种特别市井街头的那个小茶馆一样 所以呢 他是五个哥们 然后来去一起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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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天使这个剧本给他聊出来的 所以呢 他有在这个剧中 刚好就是 也设定了他的 他们一起的那个五个哥们 什么剃头匠呀 卖报纸的呀 然后小号手啊 然后还有一个失业的 你知道吗 他们后来他们还拍了一个 拍了一个那个五个人的一个合影啊什么的 所以他是有这么有这么一个联系 他们当时号称叫做五个把兄弟 嗯嗯对所以所以他就不像有一些导演 他可能他生命中经历了很多苦难呀 经历了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的 他就憋着然后把那个东西就就就就弄得特别苦 你知道吗 他们他们为什么那么欢快 就五个把兄弟聊天啊 什么那么好玩啊 什么什么的 嗯 才才能够这么自然的给他呈现出来 那种几个哥们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嗯 对确实去设想他们的生活 他们必定生活在东方的巴黎 对吧 就算自己租的房子脏点苦点 其实他们的整体 整体上应该还是很开心的 这些年轻人谈恋爱吃东西 然后好像也没钱有钱就花 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还就挺好的 然后另外我刚才说的这个小偷家族一样的 这一家人 就是姐姐在当妓女 然后还被警察抓 妹妹在卖唱 然后这个妈和爸 就是这个关系 我们今天来看觉得是一个特别变态的家庭 对吧 他们就是人口倒卖贩子 嗯 其实他们家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的邻居其实都知道 然后这两个女孩心里也都知道 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那种古代的三观的那种 让我有点震惊 就是他们完全是接受这件事情的 包括就是说他从农村被卖给卖到上海来 说不定卖掉他的父母还觉得我是给了这个女儿一个好的生活 等等这些都有可能 就是虽然我们觉得他们特别苦 但是可能面对于一些特别穷的在农村的人来说 其实这个是家长能做的给他稍微好一点的 能不饿死他的起码的一个这个点吧 然后他们年轻人当然就会还想要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他们才会在报纸上看到说 哎好像还有人去告 可以起诉来告这种拐卖儿童的这种东西 这也就是你能看出那个时候民国也是就是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法律制度的完善啊 这些就是现代化的这些东西也都在发生 只不过在这一群小年轻身上 因为他们文化水平实在不够高 就没有能够救到自己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和我们开始讲的这个阶级的这个意识啊 等等有关的就是说 如果现在再来重新拍 他肯定是会被一个地主给打死的 对吧 就是在这个电影里最后发生了一个悲剧 就是姐姐小红死了 哎不是小红 小云死了 但是小云死是一个意外的事故 也不叫意外的事故吧 就是弄死他的那个人是他们 是是他爸或者是养父 他们之间撕破脸了 也并不是说出去被警察打死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结局啊 他他我觉得也不能叫说什么养父或者是爸什么的 他就是一个他的那个他的老板 对对吧 对我觉得也是 是吧 嗯他这个这种是更明确的吗 那是因为他更懂事对吧 在妹妹身上他就更还是把他也没有 但是聊这个哈 其实我更更想说说给给大家介绍这个小云哈 这个小云的扮演者叫做赵慧生 他一辈子就演过两出戏 一个就是这个马路天使的这个姐姐小云 一个就是雷鱼里面的繁疑 嗯 然后你看他 太牛了 然后就就就不给他任何的台词 全靠他的眼神 来表达那个绝望 嗯 然后在解放以后 这个赵慧生 然后呢 是东北戏剧学校的校长 嗯 然后呢 在1967年的时候 文革当中 然后就自杀了 啊 所以他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 一个命运吗 然后他在剧中就是 是命运最惨的一个人吗 对吧 而且我在剧中 我看的时候就一直在 他这个人特别出跳 就是他的整个扮相 他的化妆 他的那个 炎熏妆对不对 你就觉得好时髦啊 就觉得他怎么可能挣不到钱 太性感了是吧 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性感时髦的 不像那个时代的人 他不应该在 他们那个离动里站街 应该跑到外滩去站 对他 因为他可能长得过于 前卫和时髦吧 所以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还有那个钱 还有那个钱千里 然后他 那个 那个剪头匠 然后他带一耳环 你知道吗 然后也是特潮 所以我觉得 他有点是 有点那种西藏人的那种感觉 在电影里 嗯 那个 那个应该那种 西藏那种文化 还影响不到那去 但是你会 你会 你真的就会发现 你看到那个小云 看到这个 赵胜 你会发现说 时尚这种东西 它真的是一个轮回 是潮流的 还有就是 电影的这些化妆服饰 他们永远都是 即便是做悲惨世界里面的人 他其实都还是给他们 弄得挺好看的 就是他是两方面都要照顾到的 嗯 那个 樊下你刚才被打断前行 我刚想说的是 你不觉得那个装发 其实是有点夸张的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 其实从装发到表演 肢体语言 其实带着非常浓的那种 从末片时代来的 这个 就是很着别灵 就是 尤其是他们在这个窗口 就是那个小陈和小红 在窗口 就是 两个人在调情的那段 就那个表演 就是非常像这个末片时代的喜剧 就是丰富的肢体语言 带出一种 就是很滑稽 滑稽细的感觉 包括 好像小陈有一个 装容 装面 还是蛮像 就很像末片林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当时的那个印记 而且他们俩在窗户口 谈恋爱的那个 那个阳光啊 就是 周璇饰演的小红 她的那个 你就觉得她是 从来没有吃过亏的一个小孩 一点都 看不出是一个被拐卖过的 然后又是在被 被她的老板压榨的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是 这个可能就是 那个时候的人物塑造 没有想那么多 或者怎么样 但就给人的感觉特别阳光 这小女孩 但其中有一个段落 她就比如说天涯歌女 这个歌 她们不是唱了两遍吗 对吗 她唱了两遍 第一遍就是说 她特别的愉悦的 然后跟着赵丹 然后他们在窗口那对唱 对吧 然后第二遍是 第二遍是在茶楼里面 然后她不是点歌吗 然后她唱 然后她从楼梯上走下来 她和赵丹闹掰了 然后赵丹为了惩罚 她和惩罚自己 就是来当老板 然后买唱 这个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她是说 袁木之 然后她当时跟周璇说 她说你下来的时候 你不要去听那个音乐 你就去想你自己的身世 然后走下来 然后你再去开始唱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她唱天涯歌女的 会截然不同的两个表现的 那么的不一样 和她第二遍去唱悲惨的时候 为什么会一下就那么扎人心 她跟周璇她本身的经历 跟小红是很像的 周璇是六岁的时候 被一个姓周的一个养母 给她养起来的 所以她六岁之前 她的父母是什么样子 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所以她也是一个孤儿 所以她最早 她还不叫周璇 她最早叫什么 她最早的时候 她叫周小红 她跟那个电影里面 她不是叫小红吗 对吧 她就叫周小红 但后来有一个 她唱了一首歌 叫做民族之光 然后这个歌里面 有一个词 叫做与敌人周璇在沙场上 所以她就把周璇在沙场上 这个周璇 然后来改了自己的这个艺名 有趣 有这么一个故事 对 介绍给大家 刚才你们都有提进步的这个概念 然后这部电影里 本身你能看到很进步的地方 就是说完全把 或者我们现在的语言性工作者 把它按照做成普通人 对吧 然后也没有下任何的评价 肯定体现出来的是关怀 比如说 她呈现了里边人物 包括小陈 对小云的一种 开始有一些歧视 后来因为她自己的好哥们 也爱上了她 她才有 自己认识到自己错了 有这个内心的转变 然后在警察面前保护她 等等这种 就是说反正过了 就是七八十年后 我们今天 不会去这么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进步 已经就又有点退步了 就是说 不会去这么 当然也许说去描述旧社会的妓女会 但是在描述新社会的妓女的时候 那绝对是 不可能是用正面的眼光去看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看的时候的一些 一些觉得 好像还有点 现在变得越来越保守的感觉 嗯 那因为过去 过去的话 谁是谁会愿意当妓女吗 那肯定是命运悲惨 然后爹妈不好 家庭不好 然后被卖去窑子里面当妓女吗 对不对 是被动的 现在又不会说谁 对啊 现在又不 现在的 他可能他就好吃懒做呀 可能这个来钱容易呀 对吧 嗯 去这样 你又使坏 当妓女 OK 啊 不是 因为我原来我 我当记者的时候 不是妓女 我当妓女的时候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叫做夜场 夜场的主持人 我就 就采访这个主持人的时候 就在那个 就在夜店里面嘛 那时候叫夜总会 然后就整天 那不叫 不能叫妓女 我们叫小姐好吗 然后就 整天跟这些小姐聊天啊 什么的 然后这些小姐 都是觉得说 哎呀 我家家家境不好 然后完了之后 我到这来 然后我有点姿色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 就就就就 就能够多挣点钱 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等 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 我就回回村里面 然后别人都以为 我在哪儿打工呢 然后回去之后 我就干个美容院啊 我开个小超市啊 我干个啥的 对吧 哎 都是 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在里头 走个捷径 还是想走个捷径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刚刚说到这个 所谓的我们 就是他在表现人物的时候 他的这个视角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跟 我觉得还是跟这一类人 或这一个职业 在这个当下社会的语境里边 是怎么被定性和定义的 这个相关吧 你就比如说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 可能现在大家讨论去 比如说性工作者 带着一些批判 或者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可能 跟是否这个行业 在某一个范畴内 是合理合法的存在 以及一个惯常的 一个社会语境 我觉得是 是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在一个 这个信服务 如果是合法的 一个国度里边 是不是可能这种偏见 也就不会存在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对或者荷兰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可能还是跟经济 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人的 经济地位有关吧 就是我们对 或者说导演在展现这个 就是小云小红的 这个阶层的时候 更多的出于同情 因为他们走上了 这样的职业道路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他背后的 这个经济原因 或者是社会地位的原因 得不如人意吗 所以我觉得他更多的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带出来 所谓的这个电影的 一些进步思想 因为其实这个电影 我觉得他最后的结局 没有落到任何结论上 这个是有一点 让人觉得好像空 空落落的感觉 但事实上 他可能就是展现 这样一个人物的悲剧 那他的这种展现 我觉得其实就是带着一种 在当时的这个 可能文艺创作的氛围里边 就是一种进步 就是说已经 就是在这个时期 电影开始跳脱了 在前一个十年 所谓这个鸳鸯蝴蝶派的 这种创作盛行 到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一种 反映更多的反映社会现实 反映人民生活 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的 这个所谓的创意 我觉得这个是这一代导演 他们带来的一些革新 刚刚打断了你们两位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就他的这个结尾是改过的 他最早的时候 对 最早的时候 他的结尾是什么 最早的结尾是 他们不是五个把兄弟吗 然后他们其中四个 然后是抬着小云的棺材 然后呢 这个赵丹呢 吹着号 然后呢周璇呢 撒着钳纸 然后呢他们就就就就走 然后等他下葬的时候 就那个那个棺材下葬的时候 然后就镜头就摇摇到 上海的这种这种摩天大楼上面 他本来结尾是这样来表现 就是更直白一些 我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会发现因为小红和小云是 他们面对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不一样 因为小云是一个更 就是他已经战接了 这么多年的一个人 他也看 你会觉得他应该看破了一些东西 对吧 然后但其实我又觉得 他内心是一个更浪漫的人 小云 不是就是小红妹妹周璇演的这个角色 他更年轻 他是很直接的去追求这个男生的 对吧 然后这个也有我们能看出民国的时候 也没有我们现在说的早不早恋 在这回上 他很直接的追求 他也很直接的生他的气 他也很直接的跟他说 啊你要我们都 就是他面对他们俩中间闹矛盾 就是要给台阶下这种 他都是直说的 他就说 哎呀是我姐来找 让我来找你的 要是我 他不让我找你 你也不找我 他言下之意就是你不找我 我们俩就再也见不着面了 他都很直接 这个小云 他其实挺喜欢 那个另外的那个男生的 然后那个男生也很喜欢他 但是他们俩可能就是年纪更大一点 可能稍微和小云 就是他们俩就磨磨叽叽的 爱爱妹妹的 然后好像我感觉 小云就一直在等着这男的 向他表白 要把他带走一样 就是他最后的 他的死是特别没意义的 我觉得还不是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根本他想都不敢想 他的那种自卑心 他根本就不敢 对 就是我不配拥有爱情 我不配追求爱情 你知道吗 对 但实际上 所以我觉得他把那种悲哀的东西 欢快的东西 他都 这个电影 有意思就是 他为什么叫马路天使 比如说马路 我觉得就说是一种现实 然后天使是一种梦想 这一种一种理想 他把现实和理想 嗯 揉在一起 这是我对这个片名的一个 一个理解 包括 包括他 那个 那个 嗯 最有名的这个狼呀 我们俩是一条心 这个狼呀 你知道吗 嗯 这个歌 但凡 歌里面前面带狼呀的 在过去 就是妓女唱的歌 哦 对 所以 所以当时这个 袁慕之是找了一段 这种妓女唱的歌 拿给 这个 贺绿丁和 田汉 田汉 然后让他们去 对 让他们去改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那个过去那种电影啊 什么的 你会 你包括周璇的 他的自己 他本身的 呃 故事 和这个 小红里面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都 都 好有意思呀 我觉得 那个电影外面的那种故事 跟这个里面 跟电影本身 我觉得完全都有一种 呼应在里头 你看比如说 剧情里面 赵丹是因为 小 他误解了说 小红 喜欢上了 呃 有钱的 人 所以不跟他好了 对吧 然后他就是自己嫉妒 嗯 对 然后是 然后实际上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周璇 他一开始 他也是嫁给了一个作曲的 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呀 什么的 然后后来 他也是感情特别不顺嘛 特别不顺 所以他后来他就觉得 这个影视圈里面没好人 他说我要找一个有钱人 是吧 做生意的有钱人 结果呢 他去找这个 做生意的有钱人 又被人骗 是吧 所以他后来 他有800多天 都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度过的 嗯 所以你看 那么甜美的一个 小红的那样的周璇 那样的一个扮演者 唱那么一个歌的人 是吧 然后他 重饮20年 唱了300多首歌 37岁就死了 嗯 周璇 对啊 37岁就死了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这就是我看完这个 这个电影 然后又准备咱们这个节目 去了解这个电影这些故事啊 什么的一种 一种感受 哦 还有 还有 你看啊 做这个歌 歌的田汉 对不对 田汉是写国歌的人 对不对 他写的时候不是国歌 但是后来被弄成 对啊 现在是国歌了吗 对吧 还是很牛的吗 嗯 扮演小云的赵慧生 67年文革当中自杀 第二年 68年 田汉在 也是在狱中 然后就被迫害死了 嗯 你想想看 你看这 这电影 你就 你就 你就一琢磨 你就 五味杂陈的还挺 对 那我们看解放前的电影 那确实就是 可能大半的人都 都得死 在文革 并不是说不 对 不重要 我们就聊到 太阳帝国 太阳帝国啊 找一些更好批判的人 出场 太阳帝国 是一部 特别奇怪的电影 因为为什么 今天 我其实是这次 录音才看的这部电影 但是 这部电影 在文化土豆的 所有节目中 被提到的频率 有一点高到 一个不行了 最近我们有 就看的话剧 是那个 英国的话剧 就是剧作家 Tom Stoppard 讲的话剧 之前有一期 这部电影 它是做的编剧改写 然后我们之前 做上海48小时的 邮寄的时候 推荐的路线 就是根据 JG巴拉德 在上海的 这个英国 出生的 这个英国作家 他的 他的故居啊 以及 他在龙花集中营著的 地方啊 推荐了一条路线 然后之前我们提到 太阳帝国的 我觉得起码有 五六七八次了 所以这次终于能看 这部电影 然后 它也是 40年代之后 第一次 就是由海外 美国的 好莱坞 来中国拍电影 因为它的 很多取景 就是在上海 实景拍摄的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剧情呢 其实这是一部 人物 就是本来是有一部小说的 我们刚才讲的 叫JG巴拉德 这个是属于英国的 科幻小说界的一个 很有名的作家 他是在上海 出生长大 然后 正如这部电影里 记载的一样 他也是因为 日本入侵以后 所有的外国人 也都被关起来了 他就在这个 集中营里 被关了几年 41年到45年 然后后来 才回到英国 那他自己的 这一段经历 其实是等了40年之后 在80年代 他才把它写成 不是回忆录 而是一本小说 因为他在这个 故事中 还是有一些改变 特别重大的改变 就是他的父母 在集中营里 在小说里 是被隐去的 就是是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他的父母 和他是被关在一起的 然后这部小说呢 他就被斯皮尔伯格 拿来改编成了 这个电影 所以他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这种战俘营啊 或者是这种 集中营的 这种回忆录 或者是说 半字转体 或者说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你会想到 就是不管你是看 奥斯维新的人 出来写的回忆录啊 还是说 在看就是 牛棚里的人 写的回忆录啊 我去干校里的人 的回忆录啊 还挺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尤其是当一个小孩 进去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经历 和他的生存法则 和他 他的一切一切 是和成年人 被关在里面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 太阳帝国 比较独特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个 12岁的 一个这种 初中生的视角 而且是一个 他是清华战争嘛 而且是以一个 英国人的视角 他们从 租界里的这种 上等人 一下变成了 阶下囚 还是 都别说是 还是被另外一个 亚洲国家 在他们看来的一个 对 其实很多 很多点都 蛮有趣的 咱一下是可以帮我们 再多介绍一下 这个剧作家 是吗 就是这个原著的 J.G.巴拉德 是吧 对 好 J.G.巴拉德 其实他 他其实是一个 在英国被认为 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新科幻的代表人物 他的这个 被人熟知的 其实著作 可能都是 都是这种 反乌托邦式的 这个科幻小说 比如说 在15年左右 这个被改编成 电影的 这个摩天大楼 对 摩天大楼的原主 对对对 因为是 Tom Hiddleston演的 所以就 非常有名 那这个电影的原著 其实是 J.G.巴拉德 在70年代写的 还有就是 这个撞车 也是在 90年代 被这个 克南伯格 改变成电影 所以其实他是 以这种风格 著名的 那这个 太阳帝国 其实在他 所有作品中 算是比较另类的 一个半自传体的 可能是现实的 这样一个 回忆录式的 这么一部小说 那他自己出生在 这个 他出生长大在上海 在13岁左右的时候 和父母一起 被关进 这个 集中营 但事实上 他在回忆这段 就是他自己的 这段 集中营的生活的时候 他并没有 太多的 这个 苦涩在里面 就是他曾经 说过 他说 没有人可以 从战争中 生还 而世界观 不被他改变 因为你看到 就是在当时 他在集中营之前 他其实非常好的 被保护在这个 上海租界的这种 非常奢靡的 一个西方式的 生活里面 他说你看到 这个所有的 这种舞台前的 这个 非常安全的 这种 西式的生活 全部都崩塌了 你看到了 这个背后露出的 这种丑陋的 这个搭建用的 交手架 甚至你能看到 更多的真实 他说每一天 这种就是 殴打 暴力 都发生在身边 但是 他说 当我想起 这段回忆的时候 我虽然不能用 快乐去形容它 但是其实 那段回忆 却是毫无 不快乐的 就是它是 它不是一个 不快乐的回忆 他说 我记得就是 孩子们 无时无刻 不在玩耍 所以 后来很多 就是这个 文艺评论家 认为 也就是说 太阳帝国 其实是暴露了 就是说 也不是暴露 其实太阳帝国 就是能反映出 是什么造就了巴拉德 以及 可能在它之后的 这个所有的文学创作中 带出的这种 就是反乌托邦的 就是这个 带着一种 漠视情节的 非常严酷的 对这个社会制度 对科技 对这个大众媒体 带来的 对人性的各种考验 或者对 社会制度 社会结构 带来各种考验的 这种主题 一遍一遍的重复 其实是来自于 它童年的 这个战争 和集中营的经历 但事实上 可能从它自己的 这个叙述里边来看 反而你会觉得 也许 真的像它所说的 这个战争 带给它的经历 并没有那么的 严酷 或者那么的痛苦 或者并没有在它本身 身上带来那么多 可能 就是 磨难式的 这种烙印 那我觉得 回到这个电影 就这个电影 其实是 斯皮尔伯格 并不是当时导演的 第一人选 当时导演 其实最初是 这个 戴维林 大卫里恩 大卫里恩是谁 大卫里恩是导演了 这个桂合大桥 和阿拉伯的劳文斯 那斯皮尔伯格 后来是因为 大卫里恩放弃了导演 斯皮尔伯格 本来是做 大卫里恩的 producer 后来 大卫里恩 把这个导演权 交给了斯皮尔伯格 而斯皮尔伯格 又在后来的 这个采访中说 其实我在看到 这个原著 或者看到 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偷偷地想要 自己来导演 这部电影 并且他一直认为 这部电影是 他自己导演的 所有作品中 最深刻地展现 一个人的这种 纯真是如何被 丢失的 这样一部影片 那我觉得 其实这个电影 有一点可以从 这个 演员的表演中 看出的端倪 就是他从最开始的 像我今天在 我们在聊 下面聊的时候 我说他的这个 我们说到配乐嘛 就是大家记得 在这个集中营中 有一段 就是非常快节奏的 展现他如何 就是其实像 别增换别墅这样 不断地在 游走于各个 不同的人中间 去换物资 这一段 然后用了这种 非常 我觉得快节奏的 这种配乐 其实是那一段 节奏可能就 非常偏向于 巴拉德描述的 这个 他对集中营 这种比较明快的 这个回忆 但是在后来 在这个 就是他的那个 日本兵朋友 被杀死之后 这个小孩子 以及最后 他见到他父母的时候 他呈现出的 整个那种 偏向于 呆滞麻木 或者是说 我觉得他 他脸上带着一种 明显的 迷茫和不解 我觉得这个 可能就是 斯皮尔伯格想说的 就是纯真的失去 这个是我看到的 他 我觉得刻意表现的 比较明显的一段 对 我觉得那个 那个应该是 叫做什么 就是 他那种 宝金风霜的眼神 对 对 就那个 其实 我觉得还是挺触动的 就是 他 他就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 如果是中国导演拍 就可能会拍到他 他在人群当中 他焦急的看 去寻找他 爸妈 然后他爸妈 焦急寻找他 然后眼神 然后对上了 然后那个镜头来回反打 来回反打 然后就 然后就包 然后就跑过去 然后抱在一起 然后就哭 中国不是都 会有这种表现方式 你不要说中国都会这么拍 就是你会这么拍 不是 就是我们见惯了这么拍的 你知道吗 见惯了这么拍的 对 我不是提到他的父母 其实在现实中是在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后来能够 稍微健全一点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我在看有一个 有一个是他的回忆中 大概是写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遇到特别大的困难 一个是这个他等了40年来回忆这段经历 然后就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这个 这一段记忆给埋起来的 对吧 不愿意去面对的 按理说作为这样的一个经历 作为一个作家 你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多丰富呀 然后第二就是他写的 真正开始提笔写的时候又写不下去 直到他把他的父母都给挪走 因为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个主人公自由了 他一下从一个乖宝宝 对吧 他之前战争前日本人来之前 他是一个成天司机接送 然后接送他去教堂里唱诗班的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小孩在家里骑机自行车 养尊处优的一个一个人 然后到集中营 他变成了全集中营的一个就是 就是给所有人打下手 或者是一个小蜜蜂 一个快递 一个闪送 这么一个这么样一个人 而且他还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没有说的点 就是他是一个日本空军的中石铁杆粉丝 在他内心里被囚禁在一个日本的军营里 离他们空军的机场这么近的一个地方 对他来说 对一个空军的铁杆粉丝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赐良机 他可以看到这些飞行员每天的起居生活 对吧 然后他对日本文化 对漫画对所有这些 他都特别的喜欢 所以这是他 这是非常变态的一个 就是事实特别变态的一个点 后来日本人成了囚禁他的人 然后成为了他的敌人 然后后来包括美军在来解放他们的时候 然后后来日军 我觉得是一个挺绝的一个点 就是没想到这个小孩这么喜欢 我也觉得这 不是 我倒是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个戏里面 这个电影里面 他一个高级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他就表现说这个小孩 他对战争是没有是非观念的 然后呢 就蹭托出这个 大人就有是非观念吗 对吗 然后就从而引起了 对于战争的一种反思 因为战争他本来就是一种 没有办法用价值判断 评判的一种非理性的一种行为 对吧 所以这个看这个的时候 你会想起另外一个 那个电影叫什么 现代战争启示录 马兰白凉渡眼的那个 对吧 他一开始是说 他敌人什么什么 但到后来他就 他就开始反思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好的电影就是 他会给你一些 那个反思的一些视角 和一些通道 让你进去 而不是特别简单的说 哦 这是侵略者 这好的 这坏的 这什么 这那的 对吧 所以当时 这个太原帝国出来的时候 好多人还批判 说他去宣扬 那个神风赶死队 出发前的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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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那种那种浪漫和那个 那种那种英雄之美 你知道吗 好多人还批判他这个东西 但其实那个是有一个反高潮的 这个人浪漫完了以后 这个飞机发动不起来 对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说 他他那个神风赶死队的那些人 他他也是 你看他也是个小孩 对吗 他也是那种 就是喜欢 喜欢当飞行员的一个小孩 他跟跟这个 跟这个Jim也一样 他也是一个怀揣着这种飞行员的 所以他看到飞行员 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那是英雄 那是他心目中的 所以他会情不自禁的 向他们敬礼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就把这种 这种来自于人性 他抛开了这种立场之后的一些 一些东西给他呈现出来 我觉得还挺高级的 对 这么一说 这个小孩 还 就也挺可爱的 只有一个特别纯洁的人 就是 对军事装备 爱得很纯洁的人才 对 而且他就是用他的纯洁 用这个小孩的天真 然后来衬托出 成人世界的邪恶 你知道吗 包括 包括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水手 那个Bessie吧 对吧 Bessie 一开始他对一开始 一开始他把他接到他家的时候 然后他先先把他收一遍 收一遍之后 然后给了他一顿饱饭 然后你又觉得说 哦他外国人碰到了一个外国人 然后呢 他们应该是一个像 友情一样患难之交的 一转身 那哥们把他卖了 你知道吗 对吧 而且这是 John Markovich 演的Bessie这个人 所以 对 然后又没卖掉 然后完了之后 你又觉得说 他会不会因为没卖掉 然后呢 他们又一起 经历过很多东西 然后慢慢建立起友情吗 因为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这个Bessie 然后他会 他会 叫做什么 良心发现 然后呢 对这个小朋友会好吗 因为他还 其中有 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 要让他去喝 这个烧过的开水吗 对吧 这样你不会得利己吗 你又觉得 哦 他们好像有 有这样的友谊产生了 然后直到后面 哎 这个Bessie 他想要逃跑 然后呢 他就骗这个 Jim说 哦 那个铁丝 往外面有野鸡 然后我给你这个东西 你去 你去把它套一下 然后 他就去套 但实际上 那个是假的 他只是让他去看 让他当炮灰 试一下 那个 那个路走过去 有没有埋地雷 嗯 多阴险 对不对 所以就是那种 小孩的天真 和那种成人的那种 那种那种邪恶 嗯 我觉得就是 斯皮伯格 他内心当中 或者是 我们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编剧 这个作者 然后他在集中营里面 他所见到的那种成年人的那种 那一些邪恶的那种东西 嗯 他又学 他又看了他们的邪恶 然后他又 他又学会了他们的一些 那种人情世故的一些东西 嘛 所以他碰到那些 什么日本军官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他都会 哦 就跪下来说 说啊 你不要生气啊 我们都是朋友啊 这都是照 战争造成的呀 然后就跪下给人家磕头啊 什么的 然后来 来生存 嗯 但是如果这个 小朋友做的一些事情 放在一个大人身上 你就会觉得 我们 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很天真 很纯真 但是 如果是放在一个成年人身上 你就会觉得他太没有骨气了啊 丧权辱国 卖国 或者是 就是怎么要给敌人磕头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这种 会有这样的 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 标准的不一样 视角 对 嗯 对 我觉得他就是 他就没有在这个小孩的身上 去赋予他太多的 要给他塑造成 比如说啊 小兵张嘎呀 或者是谁谁谁呀 然后呢 那种精雄气质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 人家没有塑造那个 人家就给一个真实的 就说 小孩的 他有纯真的一面 然后但是这种纯真 然后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之下 然后呢 他如何变化 变化到后面 他 他的那个内心当中 那个 那个 那个根还是有的 所以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那个 他的那个 神奉敢死对 那个 那个 那个朋友 然后死掉以后 他会那么的愤怒 然后会让他那个人不解 说 他是 他是个日本人 对不对 然后所以 所以这个片子 他的高级就在于说 他没有立场 就是说 我不会说 日本人就是 都是坏的 或者都是侵略者的 然后都 都那种简单的 那种 那种对错 是非 黑白 这样去呈现 他把那种 人心的那种复杂的 一面给呈现出来的 小朋友之间的友谊 成人之间的残酷 国与国之间的 那样的一些 说不清 道不明 就像小云死之前 说的那句话什么 在电影里有一段 比较经典的台词 就是 就是我们都是 穷人的意思 就不要 不用谁给谁道歉 那种感觉 有一句这么样的 对 但这 这片子 我觉得 就是 一开场 最后还是挺震撼的 我觉得 也就是 斯皮尔伯格 也就是 唯一的一次 把外滩包了三天 来拍这个电影 全部实景拍摄 一百万的租金 实景拍摄 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的租金 对啊 对啊 太酷了 然后把江上 所有说 移走了 所有1920年之后 生产的船只 哇塞 所以这个就叫双赢 在85年的上海 斯皮尔伯格 觉得便宜 然后上海市政府 也觉得赚了一大笔 觉得赚了 很开心 对啊 那个时候 中国的电影 拍一个电影 是一百多万 然后完了之后 人家这个太阳帝国 那时候 投资是两千多万 美金 对啊 美金 然后那个 樊下你在上海 你算是上海人 对吧 你算上海人 我在上海 我不是上海人 你不是上海 但你很早就在上海 不是吗 你在上海念的书 对 我在上海念高中 上海念高中 但你不是 但你没有在 你不是上海中学 是吧 因为我提 因为上海中学 正好是 正好是他们 对 是那个集中营 龙华集中营 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个 也还挺逗的 因为我姥姥 是上海中学的 然后我还去参观过 那个校园 然后这次 在看电影的时候 才发现 就是 还有这些 还有这些联系 然后那个龙华 那个 那个古塔 现在也还在 对吧 我记得我也 去看过 旁边还有个寺庙 对 那个寺庙 是不是还专门 卖什么饼啊 好像 特别好吃 我刚吃了一堆 是有这个东西 素食月饼 对 鲜肉月饼 哇塞 不是 龙华素斋很有名的 素斋 是吗 不可能鲜肉 鲜肉 不是 这都是 那个 发散性的扯 对 发散性的扯 对 但是接着刚才 那个就是 还有一个 就是你们记得 电影开头 有一段 就是在那个 局面已经混乱的时候 有一个 就是这个 游击武装 在楼顶上 对 那个是谁 那个 那个是不是 那个是个妥协 因为 斯比尔伯格 然后要 要拍这个的时候 然后 然后国家 不知道审他吗 审他的剧本啊 什么的 然后就会 嫌弃他说 说你这个 没有反映出 我们中国人民反 那个抗日的 这种 这种比较单薄 然后说 哦 那怎么 怎么 怎么抗日的 好 就 就声 加 声声的 然后呢 就安排了几个游击队 然后过去 打了几枪 然后就被盖死了 对吧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 这个就是 莫名其妙 你在这个电影里面 你又看到出 他这个时间 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因为就是 淞沪战役 早都打完了 37年打完了 对 因为上海 早就被 沦陷掉了 早就被沦陷了 然后只不过 哪来的武装 那个是 对 他哪来的武装 早就被消灭了 然后就 为了交代 你知道吗 就特别敷衍的 然后就 就出来了 对 因为当时的 日本的占领 无非是说 日本向英美宣战了以后 所以要 也要 也要去占领 租界 是这么一个 对 而且他在里面 其实 其实我们虽然 觉得 斯比伯格 他拍这个电影 拍的特别好 但是 你退过来 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还挺喜欢的 对 然后 但你要说 作为这种 中国人的这种 视角去看 他 他的的确确 他就 就没有 去 好好的 就是 如果说是 从政治正确 或者是政治需求 或者是这种民族 这种东西 什么 你看他 他表现的很真实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那个 小孩的那个保姆 然后他在那吃东西 然后呢 他就训那个保姆 然后最后 最后他回 回家的时候 他保姆在搬东西 然后他就问他妈呢 然后那个保姆 特别平静的走过来 然后给了他眼光 你知道吗 对 对 然后他在里面 就 没有表现出任何 这个中国人 跟他的那个友谊 什么的 好不容易 你看到有一小孩 然后那小孩说 你是American boy吗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又觉得 好像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中国的小孩 是不是要跟他 有一个友谊 其实不是 那人是为了 那小孩是为了 抢他的鞋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控制不住 你知道吗 控制不住 会有一些 把一些民族的 一些情绪啊 什么的一些东西啊 什么的带进去 其实这有点 因为这个是41年嘛 电影的一开始 发生在41年 然后刚才的那部电影 马路天使是37年 我是觉得37年的 那部电影 让我有点 惊到就是 整个电影里 一句英文都没有 我当时以为 要看一个 37年的电影 会觉得他们会 就是说很多英文 为什么 这个点 我就觉得因为 有很多扬金棒英文 我就有这个 没看对阶层 对 我就想象出 要是张爱玲的 对吧 或者是宋庆龄 那可能就是 陈天就只说英文 这个电影还有一个 它让我想起 我们之前看的 那个梦 那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你们 有这个感觉没有 就是 梦是我们看的 谁派的黑泽民的吗 黑泽民 对 不是日本的感觉 就是梦幻的感觉 特别是在 他进入集中营之前的 这些东西 我甚至觉得是 就是 整个时间的 这个线索 都有点乱 然后 后来我又才感觉到 这可能是故意的 就是说 小朋友的 对于 在混乱中的记忆 包括在集中营的 有些事情的记忆 就是有些事情 会记得特别清楚 有的事情 可能又是特别 过了40年的回忆 是特别模糊的 因为我也没有看原著嘛 我就 纯看这个 还是觉得导演 是在试图 营造这种 有一点艺术电影的气氛 就一点都不太 就有点脱离 我们 感觉的这种 斯皮尔伯格拍的 比较商业电影的 这种追求 就是他在这部电影里的 还是去追求了一些 艺术上的东西 还有一个 他这个 就是可能说 这不是一个历史 历史电影 他不是在讲历史故事 他就是 在去呈现一个 然后 他其实也没有把 这个日军的这种残酷 一些那些东西 呈现出来嘛 所以说 说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没有直接性 因为他这个视角 是从小朋友的回忆录嘛 所以小朋友是看不见的 这些东西 他是没法写的 不光是小朋友 就包括 包括因为斯比尔伯格 他是一犹太人嘛 是吧 犹太人 他没有被日本人迫害过嘛 是吧 所以呢 他就他就不会 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情绪 比如说 在 在中国 就是比如在北京 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都是这个 喜欢收藏一些军品嘛 对吧 就是当我们 那个收藏军品 肯定是收藏一些 德军的一些军装啊 什么的 对吧 所以我们对 对德国 因为德国没有 没有来过 德国没有来过中国嘛 对德国 对于中国这种伤害 他就没有这个记忆 所以他在 做这个的时候 他就没有什么 但对犹太人也一样嘛 因为日本人 他没有直接对 犹太人产生一种 不仅是这样 这个是 但这个说起来 有点政治不正确 但是我觉得历史 还是应该尊重 它的原貌 我们一直会说 就是犹太人 其实来了一部分难民 是来上海了的 对吧 虽然上海很远 很不容易来 但是上海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 是收留了 就是在二战的初期 收留了一些犹太难民的 其实能够拍板 或者是收留犹太人的 是当时的 日本的军政府 因为上海那个时候 不是南京控制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 谁也觉得不需要再提的 一个历史细节 好 太阳帝国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就看完之后 觉得这小孩演得特别好 然后我就 然后就开始查 一查 发现 克里斯蒂安 然后是后来是 演蝙蝠俠的 精灵十三猜 也有 还有他不是在中国被打了吗 有一个特别 特别逗的段子 也是我在网上看见的一个段子 就是他不是12岁吗 所以他爸妈拍摄的时候 也是在现场 然后就是在这边 在英国的摄影棚里的时候 然后坐着巴拉德 也在现场 然后呢 这个小朋友 就走到巴拉德面前 去自我介绍 就是跟着他爸妈 爸妈站在后面 小朋友就说 啊 我就是你 然后 就是这么介绍的 然后他 这个 克里斯蒂安·贝尔的父母 站在他们背后 向巴拉德介绍 说 我们是你的父母 我觉得这个 这也挺逗的 就聊到这里 嗯 然后 今天还挺顺利的 还挺顺利是吗 在节目最后 我放一点 这个天涯歌女 还是四季歌 到时候接上 嗯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天涯 04uel 下 涶 裂 公听 一 母 四уд 是的 一个 星期 鸡 其 � Voice 这 谁 天涯 回 嗨呀 嗨呀 望呀 搭带 两栩一条鸡 嗨 嗨呀 搭带我 来呀 来摘鸡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 在我们的show notes里 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 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 可以免费收听Unpack系列 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 你可以在推特